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跟各位聊一下 有不少玩家都聽說過 又或者是說知道 但是其實沒有很了解背後真正原理的問題 那就是降魂陸技能 台日服跟陸服的降魂陸 技能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但有一些些微上的差異 但這些差異就足夠改變台日服目前隊伍的環境 以及有些隊伍在陸服可能會比較強勢 那在台服就沒有那麼強勢 這部影片就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類的問題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降魂陸的介面吧 台日服目前的降魂陸有出到四張 那陸服在不久之前 其實也不久了有一段時間 推出了這個魂降的專屬降魂陸 不過那對於台服還太過久遠了 我們今天就不討論關於魂降降魂陸的問題 就來看一下最基本的一到四張 那我們首先先看到第一張 來看到第一張的第一個技能 陰魂物體 這個跟陸服是一樣的 全體武將的神兵減傷減少 那最多到四星是變為60% 跟陸服一樣 那再來看到比較有趣的 帶食而動 我們台服的效果 是武將沒損失一定的生命值 就可以提升最終增傷還有最終減傷 效果最多可以觸發到六次 那這邊跟陸服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陸服的效果 陸服的名稱也是叫做帶食而動 不過技能的差異可就是非常的大 完完全全不一樣 升到四星滿等之後 效果是受到傷害時 或一半的概率 加本次傷害的35% 反彈給攻擊者 那簡單來說就是反傷 所以大家才會常常聽到 陸服的反傷症比較強 台服的反傷症有可能玩不起來 第一點就是缺少了這個技能 讓台服的反傷 不論是董卓 或是其他原先不能反傷的武將 都少了一個可以反傷的機會 才會導致台服目前的反傷隊 以及日服的玩家用水勁誘的比較少的情況 我們再回來看到台服的技能效果 最大的受益者 那莫過於是滅隊 因為可以獲得陸服沒有的最終增傷效果 又或者是說薑維隊 薑維也是可以吃到最終增傷的嘛 增加薑維的傷害 才會導致於台服在剛出的時候前中期吧 滅隊會比較多 滅隊在幾回合就可以把敵方帶走了 額外還可以吃到最終增傷的效果 那目前台服到現在300多天了 可以看到大佬們的降魂陸 還有三維樹之都拉上來 這堆滅隊就比較不利 在相同的降魂陸處境下 滅隊沒辦法再一兩回合就把敵方帶走 那回合拖久了 自然而然會是抗對戰上風 緊接著看到第二章的第一個技能 不動如山的效果 也是跟陸服完全一樣的 升到四星之後 全體武將的減傷會增為40% 再來看到布洛金湯大致上和陸服是一樣的 但就是因為有一個些微的小小差異 但這個差異會導致非常多奇妙的變化 先來看到普通攻擊之後 在台服會是有10%的概率 觸發回春 為武方全體武將回復最大生命值的15% 並且可以清除一個簡易狀態 同時我們看到陸服 護洛金湯的效果 也是普通攻擊後會有10%的概率觸發buff 但是陸服的buff是尖盾 為我方全體增加一個護盾 可以吸收最大生命值15%的傷害 並且也可以清除一個簡易效果 那我相信玩比較久的老玩家都會因為知道 這個效果帶來的效益絕對是比回春好的 原因就是在於假設我們是抗隊 又或者是說反傷隊 可能在前面一兩回合 敵方連我們的盾都打不透 如果是有好人曹操的話 情況更是如此 可以不斷的疊盾 那台版的護洛金湯 單純回血 我們護盾還站的情況下 大多時候都是可以保持滿血 所以說台服護洛金湯回血的能力 對於我們的反傷隊 又或者是說抗隊來說 效益真的非常低 可能到第三四回合 我們血量有掉的時候 才有辦法觸發台日服的這個庫洛金湯效果 但在陸服就不一樣了 就算我們是滿血 只要觸發庫洛金湯 就可以獲得護盾 那護盾它是可以持續疊加的 你觸發一次 就可以吸收15% 那我說觸發兩次 就變為疊了兩次30% 大大增加我們非常非常多的生存率 我個人覺得這個庫洛金湯感動的影響 比前面帶食而動的影響還來的大 而且是大多數的抗隊都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第三章 清瑞如火跟陸服一樣 有感動的就是 勢如破竹 台服有得到了小加強 陸服的效果跟台服前面這段都是一樣 釋放怒氣技能時 有15%的概率 可以觸發天怒效果 對全體造成75%的傷害 那後面這段是陸服沒有的效果 可以降低敵方的最終減傷6.5%持續兩回合 那這個受益者 大家應該也想到了吧 那就是滅隊 滅隊很常在開局就可以釋放怒氣 那在觸發天怒的效果 又可以降低敵方的最終減傷 所以說這個效果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滅隊 那當然說抗隊也是可以吃到啦 這個影響就沒有很大 對台服玩家來說都是好事 因為陸服沒有 但是台服整體的玩家都是額外再多到一個效果 不會影響我們整體環境上的差別 至於最後一章的兩個技能 攻守兼備 還有鼓舞全軍 是完全跟陸服一樣的 這邊就不再做介紹了 這邊我們就再來重新複習一下差異還有懶人包 第一個就是帶食而動的效果不一樣 台服是增加最終增傷還有減傷 那陸服就是獲得反彈傷害的效果 再來則是固若金湯 台服是回撐 回復生命 那陸服則是給盾 所有的反傷隊或者說抗隊 都可以快速的疊盾 最後則是勢如破局物 前面的效果跟陸服是完全一樣的 但唯獨台服再額外附加了一個 降低敵方減傷的效果 由於以上的改動 在台服的最大受益者莫過於就是滅隊了 可以吃到最終增傷的效果 以及台服改存回春之後 對於滅隊來說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滅隊本身的盾就比較少 再加上生命值掉的非常快 有沒有回春又或者是說改為尖盾 對於滅隊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最後則是還額外增加了勢如破局的效果 可以降低敵方的最終減傷 不過以上的這些加強 在台服就只有稍微一點點 可能大部分玩家體感是感覺不太出來的 也不會導致任何隊伍有一些體系上的問題 講完受益者啦 那同時一定會有受害者 可以說是台服的全體抗隊 全部都是受害者 可以看到顧若金湯 台服的抗隊基本上在目前的情況上 都是會有一個奶媽 甚至有時候會掛上兩三個 那回春的效果 就有點跟奶媽搶工作了 都可以回血 那如果說你們整體的血量本來就是滿了 可以說是回春完全沒用 那如果說陸服的尖盾就算血量滿了也沒關係 可以再額外疊盾 而且是可以越疊越高的 那對於反傷隊來說就是更為尷尬 動作本身要盾 他才可以造成比較高的反彈傷害 好人曹操也是 反彈率可以增加 反彈傷害也可以增加一點 那再來則是 因為台服帶食而動的改動 導致所有的反傷隊都少了一個可以造成反傷的手段 所以說台服才會對於反傷隊不太友善 可能之後的大佐也會因為這個改動而有所影響 那可能有不少玩家會覺得說 台服的反傷隊還是很強啊 很容易就可以反死馬超 或者是說姜維 多反了幾個回合就可以把敵方的姜維給反死了 不過如果你們有看過陸服最初的反傷隊 可能就不會那麼響了 在陸數還沒有推出之前 可能前中期吧 大多數的陸服玩家都是女團 又或者是說姜維盾隊 水姜或者是盾姜所帶領的隊伍 兩隊在互打的情況下 如果敵方的董卓有專武的話 那我們的魂箱跳起來 可以說是一發魂箱就直接完全倒地了 那個反彈的傷害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不是台服可以比擬的 那麼以上就是台服跟陸服的降魂錄差異與分析 還有可能會影響到的體系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